看一看川金会取消的影响 白宫星期四宣布 鉴于朝鲜最近对美国的公开敌意 川普总统取消了原定下个月 在新加坡和金正恩的会晤 此前川普不止一次暗示 朝鲜最近态度转变 与金正恩和习近平第二次会面有关 暗含对中国的批评之意 川普关闭和金正恩会谈的大门 和中国的角色有多大的关系 川金会破局 谁是最大的获益者 朝核问题一时得不到解决 反过来是否会影响美中关系 美中贸易谈判是否会推倒重来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川普宣布 突然宣布这个取消 原定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峰会来谈起 我想听听恒和先生您的分析 您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取消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从直接的原因看 就在取消的前两天 金正恩有一些对美国官员 特别是对副总统彭斯的一些出言不逊 另外一方面就是对川金会 如果能不能顺利进行 就认为主要的责任是在美国 所以说他说了有些比较威胁性的话 所以说如果是上谈判桌 还是核对抗 这是美国的责任 就求在美国那边 这是表面的原因 但实际上我觉得 是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的就是金正恩对这个 取核化和这个谈判的缺乏诚意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说去谈不出明堂来说的话 那还不如不谈 因为本来的美国同意谈判的基点是在于 既然现在取核化有了不同的解释 美国就没有必要奉陪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金正恩缺乏诚意 好的 谢谢教授 听听您的分析 是 我想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可能是习近平和金正恩都有责任 首先就是说 我觉得金正恩实际上是误判了川普 他认为 当然他最早是在美国的强大的 和联合国强大的制裁压力之下 不得不做出这个统一谈判的那个要求 实际上是朝鲜最早提出来的 他以为大概可以和上次美朝的核武会谈一样 就是说他可以用来作为一个拖延的手段 换取那个经济制裁的取消 但实际上在这个双方在接触的过程中 在筹备这个新加坡会谈的过程中 现在看来那个朝鲜已经意识到 就是说美国要求的是立即的完全的彻底的 那个取核武器 并且是可以核查和不可逆转的 这跟那个金正恩的原来的预计呢 他想拖延的那个时候战略呢 差得太远 我想这个实际上川普也意识到 他实际上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前也暗示过 就是说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呢 就开不成 现在看来双方都认识到 这个要求基本上是达不到了 好的 陈文工先生您的分析 我觉得川普在这个时候取消美朝峰会 确实是明智之举 从原因到时机都非常恰当 这个按照中共这个 我们套用一句中共的这个经常说的话 那叫悬崖列马 这是时机非常那个即时刹车 因为美朝峰会这个最早的产生 是由韩国总统推通了和平精神 后来这个金正恩在这个美国的强大压力下 和军事压顶和这个严密的制裁下 无路可走 这个同意韩朝峰会 而且主动提出美朝峰会 但没想到中共来插一脚 插一脚是事情复杂化 最后金正恩出现了反复 然后又开始这个跳脚 试图把这个美朝峰会 当成他一个要价的这么一个跳板 而中共呢又沉寂想实现 他的一个所谓的战略目标 通过掌握朝鲜 来掌握这个中美这个贸易谈判 这个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而这个朝鲜方面的态度是越跳越高 这个攻击美国 甚至说的要么进会议室 要么核对决 说川普及时的在这个时候写这封信 所以要出于看上去非常自然 这一切过程 美国不得不这个主动放弃这个谈判了 否则的话就会陷于被动 而且是不接受这个朝鲜的恶诈 同时不接受北京的恶诈 而且时机非常恰当 时机不仅是在这个时候 而且就在朝鲜 已经先是放了美国的人质 而这个后来这个朝鲜在昨天 这个摧毁了他的核试验场 尽管这个摧毁过程中有很多猫腻 比如不准英国记者带核辐射尼进场 也不准这个最后一刻才通知韩国记者去 把日本记者排除在外等等 但是朝鲜毕竟做了些事 说美国在他做完这个事情的时候 及时的宣布 所以说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可以说在理由上和实际上都占了上风 我们看到这个从反应来看 朝鲜对于川普的决定表示 惊讶和深感遗憾 而且朝鲜还表示呢 愿意在任何时间 以任何方式坐下来 继续和美国的这个谈判 那么从这个表态来看 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的解读 那么是不是朝鲜对自己早先的 这个强硬立场会有一点点悔意呢 要说有点后悔的话呢 他倒不是对自己的强硬立场后悔 而是说他忽然之间不在这个舞台中心了 他可能有点后悔 因为从这个平常奥运会开始 金正恩的这个外交公关呢 是其实是相当成功的 就是说他至少把国际舆论的相当一部分呢 注意到他身上 而且呢对他是取这个同情和赞赏之意的 那么对这点来说的话 无论是他好像似乎在中美之间 玩得得心应手 两边本来都不买他账的 忽然之间他成了操控 既操控这个美国又操控中共 两方面的一个人物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到目前为止 就到取消这个美朝峰会之前 他基本上是在 至少在舆论上和公关上 他是在控制局势的 但是呢这一宣布以后呢 等于几乎一次性就把它打回原形 所以对于他来说的话 他可能最后悔的是玩过火了 当然就是为什么玩过火 这是另外一回事 他要是后悔也只是如此而已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打回原形的话呢 那所有的就回到原来 他要求这个就是提出这个去核化 来改变他现状的这个整个目标 就完全达不到了 所以他现在口气就软下来了 因为不管怎么说的话 他原来是想打破这个僵局 不管去核是真还是假 我认为去核是一个借口 至少他不同意完全去核的 但是至少呢他可以让放松制裁 改善他的形象嘛 那这两点呢通过这个取消峰会的话 其实是对他来说是不利的 这是我的判断 对 谢天先生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这样一下子 一棒子打回去 那么朝鲜确实是被打回原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朝鲜未来短期内至少是 又要更加仰赖中国 尤其是寄望中国在经济方面 提供一定的帮助呢 您的看法是什么 他可能也依赖不了中国了 因为中国现在他不可能 中共现在即使有心的话呢 他也不敢不敢 就是说在口头上放弃 就是说加入这个联合国的制裁 所以这个呢 至少在公开的经济上 给北韩支持 中共现在还不敢冒 这个天下之大不为去做 我想那个回到刚才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确实是非常后悔 我觉得他是后悔莫及 比较可能肠子都毁清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并且不是回到原点 我认为这个实际上 这个军争政权来说 他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恐惧了 因为他关上了这个和谈的 那个和平谈判的大门以后 实际上意味着就是说 这个首先这个联合国的制裁 没有任何放松 美国的军事压力还在增强 这意味着实际上军事解决 或者斩首行动的那个可能性 突然一下升高了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 不是回到原点 而是实际上是加剧了一步 陈博光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想这个对 刚才两位的分析我都赞同 确实金正恩非常后悔 这个肠子都毁气了 是要事实 那么这个两个出乎意料 一个川普这个突然宣布取消这个峰会 是出乎意料 各国的报道都是非常吃惊 这符合川普风格 而且川普写这封信 虽然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会谈 但是这封信是历史性的 刚柔相继文武兼备 是这个写的朝鲜是没话可说 而且你要讲核能力 美国是更多更大 我期望上帝不要让我们动用 同时感谢这个朝鲜释放人质 而且是这个感谢金正恩 同时告诉金正恩说 如果你这个改变主义的话 随时可以给我写信号打电话 意思就是不要扰到第三方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出乎意料 就是朝鲜的反应出乎意料 朝鲜前两天是非常疯狂的跳高 甚至用尽了无尽的复仇的血液 在什么巡围 在澎湃 复仇的血液 又说是这个 让文在寅跟川普会见的时候 是这个凶残的阶级敌人 视觉诚信的美帝国主义 等等这些说法都来了 但是现在突然川普宣布取消丰富者 朝鲜的反应是出奇的温和 同样是那个人 那个叫金贵官那个人 首席台湾代表副外相 同样是那个过渡的语言 从他嘴里说出来 最温和的语言也可以从他说出来 所以朝鲜方面的反应 是让人感觉一下变成软淡了 一下子说这个对话大门 随时愿意跟美国坐下来 还继续谈 朝鲜方愿意继续谈 这说明朝鲜完全没有想到 一下子懵了 懵了他本来想摘 中美两个之间搞平衡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下 这个中共给他这个煽动之后 现在中共到一下子两重负担了 道义和经济的两重负担 因为中共之所以能煽动这个金贞 是这个一下违背了联合国决议 给他提供大量的援助 川普也指出中朝边界出现了中斗 那么你既然开了这个大门 你就要跟朝鲜继续负责下去 对经济上 你要继续给他同时道义上 违反了联合国决议和其他 我们待会来分析一下中国 确实是这个方面 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其实可能 还是中共方面的反应 这次是什么 因为此前不少美国的分析人士都认为 中国绝不乐见美国和朝鲜靠拢 一定会在中间把自己的角色加进去 那么现在峰会破局 到底中国是如愿以偿呢 还是说就像刚才破空说的 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现在又成了要对朝鲜负责的局面 我想听听恒河先生您的分析 中共当然他不乐见于美国和朝鲜直接对话 直接对话问题还不大 但实际上在这之前 金正恩的这个所作所为的话 一个是朝韩会谈 一个是美朝会谈 实际上把中国撇在一边了 所以中共最害怕的是在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当中 被边缘化 一被边缘化以后这个对他来说的话 当然不是他的最大利益所在 那从中共的角度来说 所以说呢 他一定会搅局这个怎么搅 关键问题是搅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这个金正恩访问中国 第二次访问这个大连安会面的时候呢 这个中共方面的这个意图 其实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说实际上金正恩只要访问了 这个内容不需要公布 他本身金正恩就是想利用这个作为一张牌 其实中共呢 也想利用这个作为一张牌 中共作为一张牌呢 就不仅是朝鲜半岛局势的问题 还包括就是对于中美贸易谈判的时候 想作为一张牌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中方其实他处于两难之处 第一就是第二次 这个金正恩第二次访华以后呢 实际上中共已经从边缘化的这个位置呢 移到又移到这个 这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去了 所以呢对他是有利的 但是呢 这个一旦美朝谈判完全破局的话呢 他就没牌打了 也就是说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 这个因为一取消以后吧 实际上是美国就不 在这个和平进程当中 就不需要中共再帮忙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共其实并不希望完全破局 完全破局的话呢 主动权在美国手里 中共其实又边缘化了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他的处境确实是比较尴尬的 对听听刚才恒和先生这个分析非常有意思 就是他觉得其实完全破局 中国就是又丧失了这个主动权 我想听听谢田教授 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 是我想首先呢 原来最早这个就是说川普政府呢 就是放弃了原来的什么六方和会谈 四方会谈 就是直接了当的跟那个朝鲜 直接就有谈判 那朝鲜也愿意乐得这样做 但是呢后来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一旦这个朝美会谈 这个确定了之后呢 中共马上感觉到它受到边缘化了 并且那个我觉得朝鲜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政权呢 两个人都意识到一点 他们实际上都误判了那个川普 实际上在很多美国人也没有真正 就是说很清楚 就是说对川普总统的很多决定啊 也都感到非常的吃惊 他世界都会感到震惊 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人类这个历史上 世界历史上 只有大概一个国家 南非呢 主动放弃了核武器 而人民这些朝鲜共产党也好 中国共产党也好 这些共产党政权都不会放弃核武器的 实际上朝鲜就是想利用 就是说 当然它收到了制裁的压力 它想走这个以前的路呢 就是说希望能够拖延 但是后来看拖延不了了以后呢 我想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朝鲜会 今天会跑到北京去去见习近平 而中共也乐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重新施加它的影响力 觉得它不是个局外人 我想它给它的那个保证呢 就是应该是就是说 让这个朝鲜把这个核武器 现在转移到中朝边境 那些大山的山底下去 这样的话呢 它可以说是不在朝鲜 中共可以帮它保护 也这个朝鲜可以进一步留下这些核武器 它可能可以以后 未来可以继续讹诈之用 我想这个就是很可能 就是在大连发生的事情 让那个金正 习近平同意了这个朝鲜 把核武器转移到中朝边境 或者放到中方一边 放到山洞里边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又可以躲过这个美国 这个即将来的那些谈判 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朝金正恩突然变了 改变了那个他的那个语气 也变得跟中共呢 开始又重新那个亲热起来了 但这次呢 川普在宣布取消这个谈判 把这个军事压力 重新这个提到这个日程上来 或者让这中朝 中共和朝鲜共产党政权呢 都那个大事一经 香港国共产党也讲到 好的 除了恒和先生刚才的分析以外 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 就是我们知道 这次川普取消这个峰会以后 美国的分析人士普遍的认为 这个川金会破局 未来美国又得依赖 这个中国对朝鲜实施制裁 那么这就是在贸易谈判当中 等等问题上呢 又给了中国一个很大的筹码 但是我就想听听你怎么看 也因为这个观点 很多美国媒体认为呢 中国是最大的获益者 但是反过来说 我们知道美国的朝野 已经对中国很不信任 那么这次川金会破局呢 川普自己都说 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你觉得 这次破局对中国 从长远来说 对中国是好事吗 尤其是从美中关系的角度来看 这个时候这个川金会破局 说中国是最大赢家 最主要是纽约时报的观点 纽约时报在其他问题上 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 其他问题上相对 报道都比较客观 但是一旦报道川普的问题 那基本上就是 这个非常情绪化 基本上他的结论就是 川普获成最大赢家 反过来就是川普的对立面 都要成为最大赢家 就跟那个中国的 环球时报一样 反正讲了讲去都是 中国获成最大赢家 这个这个是 川金会举行 中国也是最大赢家 因为习近平要去访问新加坡 见识要出现 那川金会取消 中国也会成为最大赢家 这个环球时报 基本上是这个论调 说纽约时报呢 就相反 就是非要把川普的对立面 说成赢家 其实纽约时报这个判断 完全是这个不合时尼的 如果说没有这个 这一次的和平进程 没有这个美朝峰会的这个拟定 这个习近 这个纽约时报的说法 或许成立 比如说美国必须仰赖 中国去给朝鲜施压 来这个解决朝鲜问题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变化就在于 当时韩北那个 韩朝南北双方呢 自动开始了和平进程 这个和平进程是确定了 首先去到韩朝峰会 然后确定了这个美朝峰会 并没有跟中国发生任何关系 但是中共呢 不甘心边缘化 不甘心失去主导性 这本来也可以理解 中共去参与一定的 参与进去挽回自己的 一定的角色 这可以理解 但没想到习近平呢 是用力过猛 做多的 做多的太过头了 就他失可而止 可以把自己角色发挥进去 但是呢 不仅把这个金正恩 抢到北京 进第一次回来 赶在美朝峰会前 又第二次把金正恩 抢到大连 赶在这个 先是赶在韩朝峰会前 再次又赶在美朝峰会前 而且抢在大连 还给他这个苦口婆心 说东道西 说来说去 结果却要劝他 进行这个分阶段 同步化的 就继续扼诈这个美国 就回到他的父亲 金正日的道路上 而且他 中共之所以能够做 唯一的做就是他钱 穷的只剩下钱 有钱人是鬼吞没 他是松动那个边界 提前取消制裁 违背联合国决议 给这个朝鲜 大量的输血 金正恩在得到 大量的这个经济援助 和输血之后 觉得有中共这个靠山 可以跟美国叫板了 所以改变了这个特律 所以改变了之后 现在不是金正恩 后悔的问题 金正恩是后悔 但是这个 可以说中共和习近平 更后悔 后悔的可以说 这个常治清的程度 不亚于金正恩 因为他以为 在中间掌握十度 既让这个川普会发生 又在中共的掌握之下 这下川普不干了 这下这个朝 中共要打这张牌 打不成了 打不成了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可能要推倒重来 甚至直接开始 而且一个最新的信息就是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约翰博尔顿 被加入到这个谈判团队 也就是说鹰派 更加占上风了 另外中芯公司 几乎也就是 不可能起死回生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失去了朝鲜这张牌之后 在一定时期内 中共根本就打不响这个牌 要再打朝鲜牌 都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除非主题发生了变化 当然我想请恒河和谢田教授 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下评论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网友 非常的踊跃 我想给大家分享 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 首先一位叫活力不采的 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川金会这出大戏 导演是习近平 编剧是文在寅 最佳的男主角金三胖 川普只是男配角而已 还有一位叫李中本的 这个观众朋友 他说明眼人都知道 习近平和金三的两次聚会 就是习一手造成的 故意将秘密聚会 公之于众 以自重 教金三以托的方法 来应对川普 而川普识破其阴谋 以强硬姿态对应 使问题打回原点 对付独裁流氓 是不能有什么好办法的 用身世去应对 肯定是要吃亏的 还有一位叫 方CD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金三胖要威胁 随时都可以找到理由 随时都可以变脸 怪彭斯出言不逊 只是借口 还有一位叫做 贾许的观众朋友 他说之前我对金正恩 还抱乐观的态度 看来他确实错过了 历史的大好机会 核力量是不能当做 国际间利益的谈判筹码的 等待金三胖的会是毁灭 另外有一位叫 傅政辉的观众朋友 他说在经济制裁持续 军演威胁 加上波顿先生 咄咄逼人的连串压力之下 朝方如果毫无反弹就上了谈判桌 怎么面对世界及其国内人民 他说中朝本来就是盟帮 那么习近平就算给金正恩吃了定心丸 也是天经地义 要把川金会破局的责任归咎于习近平 这是欲加其罪 但是习近平确实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 朝鲜核弹的隐性绝对无法顺利的拆除 另外还有一位叫高伟的观众朋友 他说中朝关系早在中国不顾朝鲜反对 和韩国建交的时候就已经破裂 之后都是表面的兄弟关系 他说中国对朝鲜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大国之间左右摇摆 不断的变脸来获起政治利益 本来就是金家惯用的伎俩 不过川普总统出其不意 这次是逼着金正恩战队 要在中美之间做选择 不再摇摆 我看朝鲜很有可能彻底战队美国 美朝友好甚至是美朝同盟都不是不可能 毕竟中朝多年来都只是互相利用而已 还有一位姓方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中共对于金三胖的也有误判 以为金三胖真会投靠美国远离中国 因为他这次比他的父亲和爷爷都玩得更大 更靠近美国引起中共的担心 于是紧急的拉拢朝鲜 殊不知金正恩根本不是要靠拢美国 完全是做做样子 这件事反而中共暴露了其在朝鲜问题上的真实作用 估计中共的肠子也要毁清 最后一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本来中国在联合国和美国一起通过了制裁朝鲜的决议 朝鲜绝望中向美国伸出橄榄枝 习近平背弃承诺拉拢朝鲜 给了金正恩在两边摇摆的机会 如今骑虎南下真是自作自受 非常有意思 那么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是 好像对于习近平在这个中间起到的这个作用 中国在中间发挥的作用并不是看好 而且认为实际上现在是让中国和朝鲜 自己都处于一个难办的地位 我想问问这个恒河先生 你觉得这个川经会取消以后 朝核问题显然一时是得不到解决 那么反过来是不是会影响这个美中关系 尤其是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 会不会像刚才陈破公先生说的那样 受到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让双方 至少是让中方吧 比较切实的做到谈判桌上去 对于贸易方面 而摆脱一些幻想 就是说原来是一些 就是希望用旁边的其他的那些牌 来影响中美的贸易谈判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中共长期以来 采取的一种措施 就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就一直是用这种方式 用拖延的方式 用其他的方式 以前和人权挂钩的时候 他经常会干这样的事情 就是把一两个国际知名的 这个意见人士放出来 作为交换条件 那么这样的话 在贸易上占一大块 那么这一次呢 实际上他没有这些东西了 这些他不做了 不做怎么办呢 那就是想利用这个朝核问题 这些问题旁边的问题 来这个在这个 作为谈判的筹码 那这一下取消以后呢 这个对于美国来说 这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在原来 为什么中方能够寄希望于 这个作为筹码 是美方对中国在朝鲜 去核化过程当中有幻想 或者说有期望值 现在这个期望值没有了 打到底了 那么贸易就是贸易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我觉得对于双方的贸易谈判 就更实际了 那么就是中国就 中方至少可以放弃一些幻想 就是就贸易谈贸易 对 好 谢天教授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美国呢 川普不会让这个朝核问题啊 就是说来影响 影响到美国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 他不会这样做的 因为你看到我们看到就是川普在即使在这个朝核问题上 他可能就是同意了跟那个美朝谈判 对吧 但是他实际上在即使在筹备这个新加坡会谈的过程中呢 他的经济制裁和那个军事上那个BOW 军事上那个压力的持续增加呢 丝毫没有减少 就是说这个一直在保持着就是说两手准备 就是说你随时准备可以那个用军事打击来最后解决这个问题 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上也是一样 中国中共现在实际上上次第二轮谈判以后 中美贸易第二轮谈判以后 中共显然已经允许了承诺了 就是说用2000亿美元来减的购买 来减少这个逆差 那现在那个但是美国那个制裁的压力 美国的一些这个关税压力和那个301调查呀 这些都实际上丝毫没有放松 并且随时可以那个实施下 实施起来 但是经过这些经过这次的金正恩变脸呢 实际上全世界都看到了 中共在后面肯定是起到了一种不好的作用 就是川普也明确的已经表示出来了 那就是实际上这个让这个国际社会 让美国美方呢更加认清了中共的本质 所以呢在这个下一步的这个贸易谈判上 我觉得中共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筹码 它会处于更被动的 因为美国人可能已经完全不能相信中共了 好的 陈伯伯先生我想就请您就刚才一位观众朋友的一个看法呢 来发表一下您自己的见解 就是这位观众朋友说呢 本来金正恩是希望在美中之间摇摆不定 来在两边的获得最大的利益 但是川普这次取消这个峰会以后呢 反而把金正恩逼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 就是说一定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 或者你要到底跟谁要把关系搞好 那么这位网友他的评论认为 实际上金正恩呢 更可能未来呢是向美国靠拢 而不是向中国靠拢 那么你对这个看法 你是怎么评论的 川普在他的公开信息中最后一段做了这样的暗示 他说如果你这个改变想法的话 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和写信 意思就是说不需要通过第三方 意思就是对中共这个扮演的角色的不满 从最早寄希望与习近平这个个人友好关系 去解决朝鲜问题 到实际上川习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原先川普曾经赞扬习近平 后来这个客气的赞扬 给他一个礼遇 到最后最近说是这个感到很失望 大连说了什么发生了变化等等 一直到最后说习近平是一个扑克玩家 实际上是一个嘲讽 就你在玩 习近平玩得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这次看一个计算 其实在中朝美这一轮互动中 这个朝鲜也得到了东西 朝鲜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中共大量的援助 中共突然松动了制裁 而且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去收买朝鲜 朝鲜得到了实际上的好处 那么另外美国又得到了什么 美国首先得到了三名人质的释放 再一个朝鲜毕竟形式上摧毁了他的核设施 说美国也有所收获 而中共说究竟得到了什么 中共本来以为是最大的赢家 结果可以说赔老夫人又责兵 一份巨大的经济援助出去了 而且这根据援助还不能停 你停了金正恩会翻脸 而且再一个是道意上输了金光 这道意上对金正恩的支持是一个不道意 对这个联合国决议的违背是个不道意 而中共在对美国的过程中可以说是 用违规代替违规 用一个违规去应付另一个违规 重叠道理吧 违规进行道理 因为在朝鲜问题上中共违规 原来是违背联合国的决议 这个去给朝鲜搞长期的援助 甚至不仅援助石油和粮食 而且暗中提供这个核材料和原件 那么现在在朝鲜问题没有解决 他又提前松动制裁 又去给人家援助 说这是违规 另外在中美贸易谈判上也是违规 本来是因为中共不遵守世贸协议组织的规则 没有承诺这个入室的 没有履行入室承诺 结果去跟美国讨价还价 另外在中兴问题上也是如此 这个中兴公司本来是执法犯法 这个利用美国的零部件 又向伊朗和朝鲜输送 另外呢 后来跟美国政府达成个和解协议 又不执行 还要这个扰道子继续乱来 而中共居然还要把中兴公司 作为一个谈判筹码 万球给我松动中兴公司吧 这样我就在贸易上去给你那个大让步 所以中共是用一个违规代替一个违规 三重违规 把违规进行到底 而且这次最后呢 我可以说是习近平真是环球时报的一句话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 我想请美妹呢 最后再用一分钟时间点评 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川普宣布期间呢 正好也是中国外长王毅 也刚刚访美和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 那么举行了会谈 那么这次王毅访美期间 美国对中国出了两极重拳 一个是撤销邀请中国参加 今年的这个环太平洋联合军演 引起王毅非常的不满 而且公开的对中美国叫板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参众两院 通过这个外资投资风险这个评估法案 实际上的目标呢是指定中国 就是说呢 以后希望防止中国的资本呢 来收购美国的高科技 我想听听就是恒河先生 就是三位都评论一下 从这些大局来看 美中的这个对质或者博弈吧 是不是从某种迹象来说 已经从贸易领域扩大到军事外交领域 听听恒河先生您的看法首先 这个博弈其实不是说已经扩展到 它原来就是多方位的 只是说川普上台以后 首先完成他的承诺 第一步是在这个经济上面 是在这个贸易方面 其实在这之前的话 你像南海啊 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东海的争端 其实都是跟美国的这个亚太地区的 这个战略有直接的关系的 因此我觉得这个只是说这个冲突 或者说这种对峙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重大的战略改变 其实中方呢 其实他说什么 做什么 他是有长远目标的 这个目标他没有改变过 现在变化的是美国 美国呢 实际上是整体的从绥靖政策走出来 走出来以后呢 现在是很实际的面对 这个中共的这个对外扩张 所以这方面呢 我觉得全面的竞争也好 是对峙也好 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只是说承认现实的一种做法 好的 谢田教授 我认为他这个中美之间呢 原来这个对抗 在各方面的对抗 越来越这个就是说提高升级 对 但是呢 实际上在美国呢 我们不管是美国的这个政界也好 或者媒体呢 很多人原来对中共呢 实际上抱有很多幻想 就是尤其是左派那些媒体和政界人士 他原来指望就是说 跟中共可以合作 甚至比方在和朝核问题上合作 但这次呢 这个朝共和中共 两个政权呢 错而反而不守信用 就是说在试图来愚弄国际社会 这个实际上让全美国的呢 美国的朝野各界都 左派右派都认识到了那个 共产党政权的一个真正真实的面目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实际上 他中共可能会觉得 他在这个四处出击 就是说或者鼓动 所以朝鲜 到处煽风点火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是唤起了美国全社会的 那个同仇敌忾 对他们这两个共产党政权来说 我想他们都会感到非常非常的恐惧和害怕 好的 陈伯公先生 最后一分钟 这次中国外长这个王毅访问美国 就在他访问期间 美国就告诉中方 说美国这个收回对中共的邀请 这个环安太平洋军事联合演习的这个邀请 这个是中共首次参加 这个是2014年 这个环安太平洋军演是每两年举行一次 那么奥巴马政府显然是一个绥靖政策 一方面中共在南海扩张 一方面邀请他参加联合军演 这不有备常理 这是美国收回 王毅说了一句话 他这不是建设性的 那么请问 我们完全可以请问王毅 你中共是建设性的吗 你在朝核问题上是建设性吗 违背联合国决议 在中美贸易上是建设性的吗 打乱世界经济规则 难道还在中心问题上是建设性的吗 这个执法犯法 还有在南海问题上 你是建设性的吗 不止导弹 倒住这个军事化 再问一句 俄罗斯现在在南海开采石油 是否是建设性的 为什么中共不去对俄罗斯说 你这不是建设性的 是破坏性的 根本不敢出声 反而对美国取消一个军演 美国有权收获这个军演 说不是建设性的 所以从这一期可以看出 这个王毅这种假面具 这个郑郑有词 义郑吃年龄一放置 实际上反映的 他的话完全可以倒过来读 读的全都是他自己给自己说的话 所以这个朝鲜半岛 这次本来是个历史系的机会 一个和平 重大的和平机会 无和话 重大机会 事实上不是被朝鲜摧毁了 朝鲜还是个配角 真正的是被中共摧毁了 习近平要负最大的责任 按我的话说是习近平是千古罪人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 有关川军会破局 我们就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中共海外影响力 如何隐秘的运转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